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甚至中国的义游斌激情曲 都是原来是一个很慷慨激昂的歌曲 后来变成国歌 所以爱国歌曲一定都是慷慨激昂的 那为什么爱国歌曲又会变成情歌呢 那这关键就在于1949年的时候 有大量的军人来到台湾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 台湾本来只有600万人口 突然来了100万的男性 那这个男多女少 那军人要结婚当然就不容易 而且军人的待遇很低 那所以政府为了要稳定军心 当然就要推广这些所谓的爱国歌曲 所以就把每些有很多情歌 后面再加上一些爱国的元素在里面 那这个方式呢 其实在中国抗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1940年代我们就听到这样的歌曲 像是柳条长 柳条西 柳条长 结尔在山坡底写 放绵羊 这个歌啊就是这样 那可是到了你知道 这个歌曲到最后的 接风一伤为谁忙 张夫要去搭北当 就是越来越唱越慷慨激昂 这样子 可是这首歌有一点就是讲说 什么解在山坡放绵羊 这样的歌曲啊虽然很好听 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台湾根本就没有人在放羊 那这样的歌曲就是讲说虽然很好听 但达不到那个宣传的效果就是要让女性嫁给军人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开始有那个正部就开始推另外一首歌曲 这也是抗战时候的歌曲叫杜鹃花嘛 淡淡地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这样一开始就很轻快嘛 对不对 那到后面就是一起聊战场是一起郎 这样子对不对 那个突然一下就变快了 然后那杜鹃花这首歌相对来讲就比较 宣传效果比较好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杜鹃花是在台湾常见的花朵 因为这个是在江南都可以看到的花 江南的纬度跟台湾很接近嘛 所以杜鹃花台湾很多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讲到这个杜鹃花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就是当时政府不是在推广这个杜鹃花 杜鹃花这首歌吗 杜鹃花里面就有一首歌嘛 杜鹃花就是讲说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样子 因为我要先介绍这个人 欧阳飞飞 很多人可能现在要讲欧阳飞飞 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她是谁了 跟她讲说是欧阳龙的姐姐 或是欧阳妮妮 欧阳娜娜的姑姑 大家就知道了 那这首歌它是怎样的 这个歌刚开始 她叫热情的沙漠 她叫我的热情啊 好像一把火啊 可是你知道我这样啊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知道因为这个欧阳飞飞 是一个很妩媚的人 她就唱起这个歌来 她就这样子 她那个啊这样叫起来 就很像 就有一点那种色情的味道 所以大家都去向新闻局检举 到最后新闻局就讲 把这首热情的沙漠给进唱了 那这个进唱以后当然啊 这个那个其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不满了 唱片公司就说啊你推那个蛋 那个杜鹃花你说那个杜鹃花开宅小西胖 杜鹃花开宅闪破山杜鹃花开宅小西胖 多美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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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听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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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啊 哦大家就讲到 那你杜鹃花九个啊就可以 那我这个热情的沙漠只有一个啊 这样就不行吗 哎呀真的 其实戒严时代啊 很多这种很荒谬的事情啊 就是发生 那另外我们就讲到 讲到最后我们就推一首歌 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这个桃花舞春风 桃花跟杜鹃花一样 那当时最有名的唱人是谁 邓丽君 邓丽君绕军的时候 你看在金门啊 这个绕军啊 哇不得了耶 他都是演唱会这样的等级啊 那所以啊 这个杜鹃花就是在 等于就是邓丽君啊 凤贝贝啊这些大牌歌手这样来唱之后啊 就越唱越红 最后 最后呢这个桃花舞春风啊 杜鹃花这些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爱国情歌 就是鼓励这个女性啊 要多多嫁给军人 我现在没有了 我后来就要一顿 怎么能吃呢 我这些小诊子 这一顿小诊子 我这次的小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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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吃到小诊子 我这次是我的小诊子